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廖女士丈夫的不辞而别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谜团以及要解决的问题 今天廖女士也资源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廖女士上场 有请 廖女士先问一下您今天来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今天来到这个栏目桌 我是希望你们能找到我这个不负责任的丈夫 你为什么说丈夫不负责任呢 她总在广州十多年 总是在外面跑步 不为正业 我叫她找一份正式工作 总是不肯 丈夫拿走了你所有存的积蓄 这笔钱有多少 有五万多块吧 五万多块 是 是您一直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一点 是我一分一毛的 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攒下来 她为什么要拿走您的钱 您想过吗 她因为平时我老是为她的没找到正份的工作 和她争吵 后来我跟她在家里吵 我打了她一耳光 她可能是用这个报复我 我到我没注意上班 不在家的时候 她把我的钱全部带走了 您怎么能确定这个钱是她拿走的 因为我下班回来 讲的什么东西都是好好的 去看城镇火卡的时候 就是那个不见的 什么东西都是好好的 不是她拿走的还有谁 那您钱不见了 而且钱数也不少 您有没有想过报警 我因为报了警 可能是对她好像也是不好 我只能忍在心痛苦在心 我整整哭到一个晚上 那您有没有想过 或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呢 就一定是因为她要报复您吗 可能是我想到她 我打了她一耳光 她作为一个男人 可能要有一点自身性 她就是这样来报复我的 现在她人不见了是不是 她人不见了 我也找也找不到 我希望你们能帮帮我找到她 我真的不想和她过下去了 我真的想和她离婚散了 我已经跟她分住了两三年了 和女儿住在一起 当初是因为什么分居的 当时她就是在外面被这样漂泊 不为真业 我还有一个女儿在读书 就是靠我一个女人在外面一个月 一千多块钱的工资来养活女儿 因为您觉得她不够负责任 所以提出要跟她分居 我跟她结婚二十多年 我今年都二十四年了 她从来都没有跟我卖一件像样的东西 连一种网子都没有卖 对不起